大家好 我是初日诊所杨智雯医师 年过中年啊 最令人担心的健康问题莫过于发福 尤其是参加老同学聚会时 放眼望去曾经苗条挺拔的同学 如今腰围一个比一个宽 脸上也多了几分福气 你看我 我看你 最后只能自嘲说 哎 年纪大 代谢差 自然就胖了嘛 嗯 这套逻辑听起来没毛病吧 更何况身为减重医师 我在整间最常听到客人问我的问题就是 意思啊 如果我的代谢能像年轻一样快 是不是就可以瘦回去了呢 but 有一篇2021年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研究 可能会颠覆你的印象 这支研究团队收集了将近6500名受试者的代谢数据 藉此分析人类在不同年龄层阶段的代谢变化 根据研究的结果 他们发现人类的代谢数率呢 在一岁的时候就达到高峰啦 比成年时期的代谢率高了大概50%左右 接着呢会逐渐下降到20岁左右 然后呢又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 而且呢代谢率会一直维持稳定到60岁左右 之后呢才又开始缓慢的下降 所以各位中年朋友 可不要再说自己因为年纪大代谢就变差啦 因为呢即便到了40-50岁 你的代谢状况其实跟20岁的时候差不多都 我还遇过不少人把活动量不足呢 当作发福的另外一个嫌疑犯 毕竟呢许多人从事办公室工作 长年下来大部分时间都坐着 不动量缺乏 这样一来会变胖很合理不是吗 但是道理可没那么简单 从人体总能量消耗T的组成来看 其中呢基础代谢占最大比例 大概是60-80% 相较之下呢体力的活动 其实只有占了15-30%哦 而最低的部分就是消化啊 吸收和代谢食物的过程占了10% 由此可见即使活动量不多 对总能量消耗的影响 也源源不及基础代谢 因此呢活动量不足 并不是你发福的主要原因 但这并不是说试助运动不重要啦 也不代表代谢状态跟肥胖之间 完全没有关系哦 追根就底啊 中年发福的真正主因在于两个面向 荷蒙失衡和饮食习惯 我们就接着说下去吧 荷蒙失衡呢会直接影响体组层 造成脂肪吞积肌肉流失 尤其是40岁以后更加的明显 举例来说 40岁之后啊 无论男女都会面临性荷蒙的浓度下降 女性方面啊在更年期前 雌激素呢跟黄铁素的浓度 就会逐渐减少 就临床的经验来看呢 我遇过许多女性 反应自己啊很难入睡 即使睡着了 往往也是很浅眠跟多梦 而且啊情绪起伏变得更大 像是容易生气啊或者是突然觉得难过 当然啦最明显的就是体态的变化啦 像是脂肪呢会逐渐的往肚子堆积 男性方面呢10-10岁之后啊 睾固酮的浓度呢 每年也大概会减少1%到2%哦 如果睾固酮的浓度不足 会较成肌肉中立腺体的能量代谢减弱 医治肌肉合成的能力 进而呢让肌肉量逐渐的流失 另外啊对于本身就有肥胖问题的男性啊 只要小心 过多的内脏脂肪呢会分泌芳香酶 会把睾固酮转换成女性荷蒙 如此一来啊睾固酮浓度就变得更低 导致脂肪就更容易堆积在胸部啊和腹部 很多中年朋友属于三明治族群 在家庭中夹在上有劳下有小的压力之间 在生活中呢准备家庭责任还有工作事业 双重夹击 长期承受繁重的责任跟多重的压力 压力荷蒙皮脂醇正是导致中年发福的另外一个关键 一般来说皮脂醇能帮助我们应对短期的压力 但若是长期浓度偏高 会触损脂肪啊 优先囤积在腹部形成内脏脂肪 而熬夜啊还有色眠不足 会进一步加剧压力的反应 让皮脂醇浓度持续的升高 并且抑制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 这种恶性循环呢不仅会让脂肪更容易堆积 还会加速肌肉的流失 最终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就会增加咯 身为三明治族群的你 夹在生活跟压力之中 体重也跟着难以控制吗 现在点击右上方或者是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初日医学官方LINE 一分钟救出害你变胖的荷尔蒙怪兽 并给你专属的对抗解放 另外一个导致中年发福的重要因素 就比较好理解 也就是饮食习惯 在初日诊所减重的中年客人中 日常饮食到处是各种精致的加工食品的组合 比如说中午吃完便当之后再来一杯加料的手料饮 下班或者是周末又有频繁的聚餐 像是热潮啊 烧烤 而且啊 几乎每餐都少不了喝酒 当然啦 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饮食不健康嘛 即使身为医生的我 偶尔和三五好友小聚与方仲的享受一餐 也是人之常情啊 说到底中年朋友真正疑惑是 年轻的时候这两次也没有问题啊 怎么瞎一吃就GG啦 但时间的累积可是很可怕 长期以淀粉为主 而忽略了蛋白质和蔬菜的摄取 不只造成营养不足 更会加剧胰岛素主抗 但胰岛素主抗加剧了 身体就更容易囤积脂肪 尤其是囤积在肝脏周围的内脏脂肪 所以很多中年朋友的啤酒度 真是常年不良的饮食习惯所交织的结果 在诊间我们会建议客人 实现211餐盘的饮食法 从比例来调整每餐的营养组成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将餐盒分成四等份 其中两份也就是 一半的比例是蔬菜 十分之一的比例是优质的蛋白质 最后十分之一的比例是优质的淀粉 我尤其建议中年朋友要注意 蛋白质够不够哦 像是我整间就有一个40岁的女性护理师 由于工作压力很大 而且很害怕发胖 什么都不敢吃 后来她选择卤素 她以为自己有遵循211的餐盘 但是营养师评估之后发现 她的蛋白质摄取量远远不足 蛋白质不够容易让人过度进食 另外还会导致骨骼肌量的减少 脂肪比例上升 特别是40岁之后 肌肉量每10年会减少大概8% 而70岁之后 减少的速度会更加快到每10年掉15%哦 所以我建议中年朋友 每天一定要摄取 每公斤体重1到1.2公克的蛋白质 如果你正在减重的话 则可以增加到每公斤1.2克到1.5公克 另外对于平常应酬很多很少吃菜的朋友 开始建议摄取蔬菜的习惯 可能会感到很不知所措 所以你可以选择像是木耳、扁豆、黑豆和其他籽 这些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它们能够和水结合 形成粘稠性的胶状物质 延长食物在胃中的停留时间增加饱足感 研究显示 每天增加10公克的水溶性纤维的摄取 可以降低内降脂肪的囤积速度3.7%哦 你还可以从彩虹饮池入手 像是胡萝卜、纽番茄、茄子等等不同颜色的蔬菜 还有各种植化素比如绿茶萃取物、类黄酮、花青素 胡萝卜素等等 具有抗芽花抗发炎的效果 能够帮助中年朋友调节因为荷尔蒙失衡 所引起的压力和满行发炎 接下来要摄取好油 因为油脂对荷尔蒙的生成 和肠道健康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在门诊有遇过一个客人 他原本都是很好吃很油的意大意面 后来他想要变健康一点 所以就改买水煮餐盒来吃 结果却出现便秘的问题 我推测这可能跟他摄取了油脂不足的关系 因为水煮的饮食当中油脂太少了 肠道蠕动就会变得不顺畅 干干达水就会影响正常的排便了 我建议大家可以在日常的饮食中 自行添加一些好油 除了能够促进消化 这些油脂也能够帮助荷蒙的平衡 下面是几个我常推荐的好油来源 橄榄油可以淋在沙拉或者是用来简单的烹调 山海鱼像是鲑鱼富含Omega3 还有助于改善体内发炎的反应 坚果跟种子类 像是腰果、性能果、南瓜指仁等等 都是很好的选择哦 等到中年长期的生活压力 未必只有买房、生小孩这些人生大事 像是平常的工作、人机关系的维持 甚至排队、赶时间等等小事 也肯累积成隐性的压力哦 慢性的压力会刺激皮脂醇的分泌 导致腹部脂肪的堆积 所以抒压前可以找出自己的隐性压力源哦 像是在通勤的时候啊 你会想有哪些情况让你很紧张、很生气 或者是不安的 再来做一些适当的抒压运动 像是下半之后啊散个步 或者是在家里也可以做一些伸展运动啊 另外呢你也可以补充能量帮你抗发炎 提升白天能量的营养素 像是维生素B群、C还有心跟美 晚上呢也要尽量维持7到9个小时的睡眠 稍微下这些功夫 可以帮助降低过高的皮脂醇哦 各位萤幕前的重点朋友 虽然我们的健康还有体重上 觉得越来越有挑战啦 不过呢随时都可以开始改变的哦 你可以试试看今天分享的饮食调整 还有塑药的方法 一起从日常的小事 渐渐找回健康的体态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方法哦 最后啊如果你有健康上的问题 欢迎来初日诊所找我 我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哦 下次见咯拜拜